韓國議員 部長 是的 韓國議員 你好 我想再跟 再請您這個論述一下 現在政府對於南海主權的主張 呃 我們對於南海的主張呢 是根據1947年政府公布的南海諸島位置圖 也就是說包括東沙、西沙、中沙跟南沙等 都是屬於我們的主權的範圍 所以這一個其實就是跟中國 它主張的這九段線有高度的重疊 不一樣 對,但是其實在整份現在外交部的報告裡面 沒有去提十一段線也沒有提這個U型線 但是是不是就是承襲這個十一段線U型線的主張 我們先提出並沒有承諾 對啊,是我們是在1947年就提出了 當時我們稱為十一段線的主張 所以我們繼承這樣子的主張 那現在在這個國際法庭宣告 其實這個歷史性的權力已經抵觸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也就是他已經這個不承認中國的這個九段線的主張 那我們還要繼續用這樣子堅守U型線的主張 繼續嗎 我們是認為昨天的這個判斷呢 我們是不承認他的法律效力 因此呢我們還是堅持我們在1947年的主張 我想這個我們所有的台灣人民如果繼續主張U型線 事實上他跟繼續主張外蒙古是我們的領土是一樣可笑 我想不完全一樣 因為這個南海的問題啊 可以說是一個持續發展的問題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還有更多的爭議 那我們不能夠自我放棄一些 這我了解 但是用U型線的主張 為什麼現在一直被中國 用一個中國的原則 跟繼承中國的論述來吃豆腐 就是因為我們繼續用這樣子的歷史權利的論述嘛 所以我在這邊要 如果我們要繼續堅持這個U型線的這個歷史 全力的主張的話 那民主交跟永屬交也是我們的領土 那中國在上面實施填海造陸 我們有提出過抗議嗎 我們沒有提出過抗議 那包括那現在整個這個U型線裡面 還有被這個越南跟菲律賓有效控制的 請問一下外交部我們有提出過抗議嗎 有 有喔我們提出抗議 有如果像那個 如果菲律賓在那個中葉島 中葉島裡面有那個建設活動 我們也都會提出抗議 那為什麼中國有提出 有在那邊做這個填海造陸的時候 我們沒有提出過抗議呢 陸委會也沒有提出過抗議啊 這個我有查過 是那這是國家和國養和高層的一個決策 並不是我們所能知道 這個決策 難怪我們在整個主張這個權利的過程裡面 就是被中國吃豆腐嘛 從頭到尾就是變成我們的主張 等於在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這邊 府方 呃這個 在7月5號重申處理南海議題的三個原則 我相信這個是蔡總統的這一個原則 其中第一個原則就是呼籲各國都要依據海洋法和聯合國海洋公約 相關規定提出主張和立場 也就是 現在 國際法庭已經說這個歷史主張 是不符合國際海洋公約的 那我們還要繼續主張這個U型線嗎 這其實也違背了蔡總統在7月5號他重申的原則 是不是應該更務實的提出這個主張 呃我想基本上 呃我們的國家是一個遵從法制 遵從國際法原則的國家 而且我們國家的目的呢 也一直在追求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雖然昨天的判斷我們不滿意 我們也不能夠接受 但是呢對於國際法的原則呢 我們都還是有尊重的 那基本上 我們也希望未來在國際法中間那個還我們一個公道 不 這個現在的狀況就是國際法他認為用這種歷史權利的這種說法 是不符合國際法的嘛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我們繼續主張跟中國高度重疊 而不是務實的去主張我們有效控制的這些領土的話 那就會落入一個中國的原則嘛 我們越主張結果我們自己是越被吃豆腐的啊 所以我在這邊要談的是我們不能繼續 抱持跟過去舊政府他一樣的這個心態 而且這事實上就是如我剛剛講的 這事實上就是我們完全控制不到 然後就大比一話 整個這個南海全部都說是我們的 我相信這也不會是台灣人民會期待新政府 要有的一個務實的主張 這真的完全已經跟說蒙古西藏是我們的一樣的可笑啊 然後我們也不敢去對中國抗議啊 當他在這些 這些地方上面填海照路的時候 我們也不敢去對他抗議啊 我想這個事實上在過去的超過60年的時間啊 我們在東沙我們在南沙在太平島 這些都是一個我們實質佔領實質統治 我想這是一個事實 那我們是覺得這次的這個仲裁法庭呢 沒有這個正視這個事實 我們覺得非常的失望 部長你覺得現在 我們採取捍衛主權的方式 一方面 我們走跟中國一模一樣 幾乎一模一樣的這個U型線的說法 另外一方面 我們只是派船過去 在我們可以控制的島嶼巡弋 而不是走 我現在講一下 以日本他們在處理沖之鳥的例子 他們要先劃定領海基線 然後實際執法捍衛 這個專屬經濟海域 展現實質控制力 然後再透過國際組織來認證主張 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也不劃領海基線 我們是用跟中國幾乎完全重疊的 這個歷史全力的U型線 這個真的是 這你認為是我們未來走得通的嗎 然後我們每一次被人家吃豆腐的時候 我們在開船過去 我們不實際的去畫領海基線 領海基線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實際控制的這些地方 哪一些部分是我們的領海 我們就應該要畫嘛 我們現在不畫 我們在17年前 內政部17年前說這個 另外 17年前說在這個令案公告 到現在從來就不公告 那你覺得這個問題是什麼 你會不會覺得我們應該要務實的去處理 也就是畫定領海基線 然後實際執法捍衛我們的這個專屬經濟海域 這是一個做法 但是另外一個做法 這是一個最廣泛的符合現在國際法的做法嘛 歷史全力的做法 也未必 有時候在外交上必須要保持模糊 所謂這個創造性的模糊 所以一個所謂 Creative ambiguity 我們17年前事實上我們的領海基線已經畫到連 這個東沙群島我們也都畫了 我們在很多地方已經都畫了 對不對 是我們畫的 東沙群島是我們 我們太平島 我現在的 我現在再一次強調 我絕對不認同 用跟中國重疊的U型線的方式來主張 這絕對要檢討 大陸這個重疊沒有 這絕對要檢討 我們第二個 我們也不能再用歷史全力的那個主張 我看到你們的報告裡面 已經沒有像這個馬政府時代 連上面有一個墓碑都拿出來講 說這個是他 證明這個是他的 但是我們雖然不指出這一些例證 但是我們的論述方法跟行動 就是在支持馬政府當初的這個說法 所以我要再一次強調 絕對不能用跟中國有這個重疏關係 有這個繼承關係的這個U型線 第二個 我們應該要務實去畫我們的領海極線 我希望這個我們過去有做過的事情 對台灣本島 對東沙島都有做過的事情 我們對太平島就應該要務實的去做 然後 執法捍衛我們的這個專屬經濟海域 我相信這樣子對外交部來講 也會有更清楚 要不然你要怎麼在外面講說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當你要捍衛我們的主權的時候 結果我們對 南海的這個主張 跟中國有一個重屬關係 有一個繼承關係 中國就是這樣講台灣的啊 他為什麼昨天可以說 請台灣站出來跟他站在一起 這樣子吃我們的豆腐 所以我在這邊要請部長 你要重新思考 我們不能再繼續用繼承這一個 U型線的方式 而要不然你會沒有辦法在國際之間 說清楚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要強調台灣人民 獨立自主 在台灣這裡 有不從屬於中國的這個主權的話 我們在南海上面的主張 不能跟中國 非常的高度雷同 所以在這邊是不是可以請部長 我想 這個南海的議題一定不會停啊 當然 一定是未來 這裡太複雜了 但是我們不能再繼承 跟過去一樣的這個主張 我要請部長回去 重新演你 我們可以怎麼樣符合總統 他所說的 依據海洋法和聯合國海洋公約相關規定 提出務實的主張跟立場 我們不能要求別國是這樣的時候 結果我們自己 是用歷史權利的這種論述 是 所以我請這個部長 跟其他相關的這個部會 在南海議題的時候演你 我們要如何重新 提出我們務實的主張 是 謝謝令委員的指教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王定渝王委員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王定渝王委員 王定渝王委員 部長我們開始討論一些實質的衝擊 跟應對的作為之前 我先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7月12號 這一份常設仲裁庭 它裁定的這個出來 我們會不會讓你贏 快 我們會不會讓你拍照